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俄罗斯卫星网5月19日报道,叙利亚军队近期在全国多个战区连续奏凯,背部的哈马省已经平定,武装分子放下武器之后,撤往土耳其控制区, 南部的大马市格省也获得突破,以色列支持的武装组织已经是强弩之末,而东部有美军力挺的多股武装分子目前也在不断撤退,叙利亚机械化部队和俄罗斯空天军的配合愈发默契,对手则是屡战屡败,战斗意志每况愈下,叙利亚军方表示,近期续军在前线战斗时,还多次发现了美军的身影, 据悉美军此前向卡拉蒙地区的叛军提供了大批军事援助,然而没想到旭俄联军的推进速度如此之快,短短几天内已经打到门前,美军被迫快速撤退,并使用直升机,将武装分子头目,运到霍尔德武装控制区, 但是之前援助的大批武器弹药就没办法运走了,只能便宜了叙利亚和俄罗斯联军,根据叙俄联军公布的照片和视频, 这些武器装备包括大量的重武器、弹药、补给品和药品,除了有美军提供外,还有土耳其和沙特来源,包括十几辆坦克、大量的便携式防空导弹、迫击炮、反坦克导弹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弹药和炸弹, 甚至还发现了不少通过迫击炮发射的毒气弹,旭军方人士表示,美国等国之前一直在大力支持这些武装分子,甚至连野战口粮都全部提供,其装备非常精良,而除了卡拉蒙之外,叙利亚军队在南部的大马士格省站, 斗中也缴获了大量以色列提供的武器弹药,包括地雷、炸弹、火箭弹、机枪、火箭筒和迫击炮,总共运送了十几卡车,以色列为了加强武装分子的连续作战能力,甚至还援助了能够制造炸弹和迫击炮弹的简易军工厂,使得叛军能够源源不断地自主制造弹药补充消耗,这也是此前叙利亚军队久攻不下的重要。